打球和恶心继 装插和恶心继 我是你的教练杨森大神 大家好 我是刘教练杨森大神 今天带来我的两个朋友 来做一个四方接球的训练笔记 那通过多球我们能够给到大家的什么 是能够少失误 然后对于他们来说呢 练这个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要练这个 就是我看到里面很多人在打球的时候 进攻的时候特别积极 但是防守的时候 明明是你需要你持续移动的 低重性移动 但是很多人打完一个坏习惯 打完球就站起来 打完球就站起来 但你会在场地上显得特别的业余 那今天就是改变这个毛病 然后我们在练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择发放的点 你不一定练多球的时候 都需要在这个中间去发 你可以往前站一点 但球速更快 你发球更省力 你可以往左站一点 要求他所有的球 必须要给远往或者要去过渡 根据训练的要求不同 那我们今天的要求是什么了 我们今天的要求就是 我希望你们两个在练的时候 能够保持低重心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是什么 就是你们不要失误 我尽量会给你们手上的球 尽量不要失误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所有的球不要起球 就是不管你多被动 打往前 那往前你就不能打那种抛的往前 对不对 你抛往前 别人距离近一放你跑的距离太远了 你在过渡往前的同时 你也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不得让人家放得太近往 那什么样的球不好放近往 就是你打远了 人家才不好放近往 对吧 你打个这么近的过渡球 人家一戳戳个锯铁网 那就没有意义了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 三不再开始 好球 换拍子之后就是不一样啊 可以 放远往 放远往生拍子 对 好球 远往远往 好球 远往别输啊 别输 记得自己的训练章程 训练目的是什么 要想清楚 是在干什么 对不对 你终于也要练一个东西吧 对吧 你不能麻布的 我要你干嘛 你要干嘛 要有思想 好球 不错 最后五个啊 别失误 五个 五个不失误啊 一 二 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就五个啊 一 二 三 四 很好很好 换人 不错啊 小赵 你个子比较高 你要注意啊 重新重新 别失误 准备好啊 来 远往 对 好球 好球 准备好 放松一点 别那么紧张 你看个子高的人 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刚刚那种问题 就是 高低转换 它会比个子矮的人更慢一些 这是个子高的通病 这没办法 只能 大家要注意 去通过去锻炼 去改善 要不然 个子高的人重新太高了 下手鞋都没法解 所以说个子高的球 一定要多练这个 重新重新 好球 不错啊 好球 好球 很好 伸手伸手 不错 伸手好球 好球 好球 别摔倒了 干嘛 腿软了 我看你 别摔倒了 好球 很好 不错 走起 好 不错 还可以啊 他们两个练的 其实总体来说都还不错 就是我们在练 做球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目的 我们是在干什么 我们在练的是一个不失误 过度远往 对吧 那大家在练的时候 需要注意这个点 老在里面 姥姥记住 如果你实在记不住 上场之前 拿个本子 把这个不失误 写一百次也是个好办法 好吧